8亿冲突点燃中东乱局 8亿冲突点燃中东乱局 8亿冲突叙利亚 将不惜攻打大马士革 并直言一小时就可拿下 面对强势美矣 俄罗斯当然毫不示弱 坚持强硬是其基本风格 为了凸显自己强硬 俄罗斯直接在叙利亚 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 俄卫星网报道 俄军SSO特种突击队 车臣宪兵部队 阿尔法特种部队 苏-34亚嘴兽战斗轰炸机 苏-35战 各型防空导弹 以及叙利亚坦克 装甲车等参加了阅兵 阅兵期间 出现了大量战机同时起飞的盛景 俄卫星网透露 叙利亚是俄罗斯不得有失的战略地盘 绝对不能容许他国侵犯 阅兵就是一种强硬的宣言 如果他国胆敢侵犯 那么俄罗斯的导弹就会说话 据悉目前俄罗斯战机和军警已经加大了大马仕格的巡逻力度 严防任何侵犯载者 每一步计也只是口头离邪 根本不敢与俄正 面对